那个购来的第一集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昨天游行发言人朱伟丽 那我们最主要想要诉求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民进党团提出来立委要减薪的东西 可是我其实老实说我们昨天整个游行最主要的诉求之一 其实是反对马政府当前的这种土利财团的拼经进政策 如果今天立委都减薪了 然后政府关系都减薪了 最后这些钱是回到了去土利财团的政策上的话 我们当然觉得也非常枉然 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诉求其实是在于说 民进党团在立法院里面 必须要面对行政院提出来的各项土利财团的拼经政策 做加以阻挡的动作 我们看到这个陈冲内阁包含了在 提出自由式吃饭经济特区的法案 或者是未来可能会有桃源工程各种重大建设里面 他把外劳与基本工资脱钩 甚至给财团减税免税的各项方案 我们觉得这其实对台湾的经济政策来讲 是一种做白宫的拼经济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对整体的大众来讲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所以我们当然觉得 这个也许今天民进党团是在效法 法国的内阁阁员们 这个一上台之后就想要来减薪 可是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怎么样去阻挡这些土利财团的拼经济政策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当然 昨天有一个这个劳工下跪的游行的行动 那我觉得我们的贵败绝对不是贵马政府 我们也不只是单纯的这个面对想要来求天 我们其实更希望呼吁社会大众与我们一起站出来 因为在这个1028大游行之后 紧接着就是今年11月25号的秋斗大游行 我们将会诉求人民向转大游行 这个东西是这个拘贫痛苦经济来到 这样这个台湾的公平社会 是 好 谢谢朱伟丁先生你扣印进来 谢谢你来 桃园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喂 你好 林小姐请说 主持人大家好 是 我有一件事想请问一下 劳工是不是包裹得很广 医务人员也是劳工 我本身是退休人员 我做了27年 我死一次 我医务人员上班了27年 退休子领一万出 请问公平吗 我们是八十把尿的员 所以你是属于劳工还是属于军工教的部门 没有 我们是属于员 我们是劳保 是劳保的 对 是 好 谢谢林小姐 来 竹南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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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要说话 最近叫我立制度认定的 你们现在告诉我 劳保的赌 我们台湾最大的这些工会 中工 台电 中油 那些都叫他们控制掉的 我常看台北 油形这样贴了 这就没作用了 我因为说 现在劳工已经有两百多万 可以劳保 有数个人这样 这些 大家站出来而已 最重要的这些 站出来 不让我们一个公平 不让我们一个公平 所有六天 我们这些的税金 百分之七十五十 都在这些 你现在把我判断 是不是我们这两百多万 要站出来 嗯哼 你还不处理嘛 对吗 我们立三十几年了 你不叫我 你把我去公里 现在要倒了 嗯哼 我妈妈的 他不认为台湾人 现在他们工会把他们控制 他们三大工会 这就没问题了 嗯哼 好 谢谢林先生 来 高雄的谢小姐 谢小姐 你好 喂 大家好 你好 我觉得身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总统 他应该是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制造问题 那我会觉得说 现在什么族群啊 军工教 劳保的对立 其实我觉得说 各个族群 他其实都需要受到照顾的 嗯哼 然后如果说 因为一些元素 然后就过去挑拨 因为日常生活中 我们我们人命啊 其实也是都共处得很好啊 嗯哼哼 那我觉得就是说 你一个总统 你去看那个弱势的那个电影 然后冷冷的回答人民去说 我听到了 那其实真正的很多弱势的那个东西 都是一般的人民在帮助一般的人民 然后我想就是对于有些 如果你们自己知道你们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句话 就是谚语 你一只手指头在击扮人的时候 你有四只手指头是向着自己 我觉得就是良心做事 好 谢谢谢小姐 来 新北市的张先生来 丁先生你好 来 新北市张先生你在线上吗张先生 你好 你好 对对对 张先生请说 我要讲我们这个政府无能 我们是能够把它 看什么时候能够把它罢免掉 因为以前柴油跟柴油差价差那么多 是 对不对 柴油差价那么多 我现在既有跟柴油差价而已 结果他中有也要倒 对不对 然后现在他就是要劳工跟那个什么金公教来对立 就是圣无能嘛 看看说怎么时候能够罢免这个马云九把它罢免掉的话 好 谢谢张先生来台南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喂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好多次都抗认不过 拜托你让我说好 我说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好的制度都不恶人 都这样厚厚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古代人说有用 无用 自己想 为什么自己想的 那时候都不是帮助我们八生 都是在交代我们这八生 来第二点就是说 现在全国的市场 我们的市场上中国会已经都摸摸时间了 你知道我在菜市场看到那一粮五十块 一百块 那都是中国会 可怜你看我们台湾的三粮看多可怜就好 来第三点就是说 你看我们台湾在做事的 做工的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这台湾人的 我不是在调拨说什么种族 其实如果你说做工库都是我们台湾人 因为外星人有在做什么工库的事情 来就是说 来到一点就是说 我心病很多的朋友 的豆腐妈应该是他为什么 说他这么演员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很无敌很无敌的投票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你们真的特别要最清楚 你们看最后一点我就是说 我们阿比亚总统所做的 会好的你们可以去想看看 你们现在豆腐妈应该是不是很学会 谢谢林小姐 新竹的游先生来游先生你好 新竹的游先生 我是彰化吧 彰化的是不是 彰化的游先生吗 好来请说来 主持人 各位来宾安安 大家好 你好 海市 你来说什么菜籍的问题 说农民的问题 是 你说什么菜籍多久多久 农民的辛苦到复权的时候 那些光源都没看到 成本也已经 成本背了什么都起结 成本就比较高 要不得出来说 对不对 我做餐人是看天吃饭的 像在晚上的时候就要去看餐水 对啊 大家说菜籍多 菜籍在锁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菜籍的肥料 也不能减热 对对对 对啊 这个成本现在变成提高起来 现在这个温酥的油 油电专长万物都在涨价 是 出一个笔成这样 政府不知道这个犯网不知道 听到没有 谢谢 谢谢油仙 来 基隆的简先生 简先生你好 简先生 贷姐你在那个吗 你在线上吗 你好 我是基隆简先生 简先生请说 我心里说 我们 专政这样 什么都起了 对我们现在 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啊 对啊 我们改革的我们儿子 三个儿子 我爱吃三个儿子 最多的 我吃五个儿子 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都起 连油钱 对啊 油三个儿子都起 我感觉说 这样不对啦 对我感觉 很合乎啦 是 对啊 谢谢 谢谢简先生来 南投的林先生来 你好 新大航 大家好 你好 我两点的意见就是说 我们的官员实在很担多啦 我们对说这个 十八%来说啦 那当改的时候就要改 不要说 以法有志 总统六年就挑变四年 是怎么办 这不能变 你对的就要做 改的时候就要改 立法院也要改 但是像说 那说 照的那也不要说 他就是有名称 也没有啦 有名称 都要上去办嘛 大家都要办 我就是要说 我们是怎么说 十八% 那时候 那时候 跟他买了来 就是我说 他们办到就是怎么办 那里里特地 同时 他们都没在买 那十八% 你算 六年就多一倍了 几年就多一倍了 那时候有春了 老房 六% 那时候能够 看待 又要不了解 是怎么会了解 那印度是这样 要算 他就不算 那就是一定要算 那你要刷牵手 真明白 说给大家 大家听 听说 我老公 没关系 我立多少 我有那儿 我带多少 这样又有理 啊你像那 高求职的 要做公务人员 又让人福利 那是怎么要让人福利 那没有那些 不可以 要解就一定要解 用法就是要解 要解就是要解 不是说 依法有志 哦 以前都种出来 那就是怎么办 是 你现在 我们现在在说 他的 不要说 对人民好 他都不去解 对人民不好 他说了 就都对 哦 对 对主法 他想好他现在放大了 啊 以法办理 就好 他想了 就是这样的办 这样就能够 那些 孤雄 统统 这样就准处好 我说的就是办 就像国府说 想早说 政策报告 今天是越来越好 民国四十几年的时 五十年的时 这些第三个 就没美着 吃饭 没美着 现在又说 叫你多世贵 那就是一个法 还要跟时间 还要有一个 要配合 好 你如果说我清楚 说我明白 是 我都 我拿那些 我都拿多少 我应该 我会拿 可是文明 南大林先生 非常谢谢你 叩应进来 我这边 我真的要替我们 台湾民众 我觉得了不起 在这种 欧龙世贵当中 他们其实脑筋 非常清楚 就是你的 最多 要全面性去改 不要所谓 形成的对立 可是呢 为什么 这个改 有它的一个 迫切性 这就是我们 今天所看到 不管在新北市 在三林堡 环河南路 这种工厂 厂房里头 铁皮屋 何宜住宅啊 小地宝啊 不是引起很多 大家的共鸣吗 可如今看起来 上班族 有工作的人 这些中间分子 住这种房子 看得到未来的 众友大哥 我们刚刚看那个画面 不能只看他住 零点八三平 或几平 不是住的宅 不是这个东西 第一个 这些人都不是 失业的人 都是就业的人 如果失业的话 你就是一千块 你也住不起 失业的话 住街头 我在罗斯福那边办公里 已经两年多了 我看过有一个 南门市场的一个柱子 就住了那个年轻人 一个大概是三十几岁的人 他每天就是在那边睡觉 然后呢 那个桌子 那个沿路 那个椅子 今天是睡哪一个游民 都睡在那里 已经两年多了 所以那是失业的 那有工作的年轻人的 还会用电脑来赚钱的 这样的人 去住这样的环境 刚刚主持人练那个 那个报道的里面的一些 他收入跟支出的单据里面 他少了一个 他没有劳保费 他没有劳保支出 还没有扣劳保费 他没有健保支出 没有其他的 这些保的支出 他是收多少 都花多少 就是如果他哪一天 哪一天这个生病的时候 他到底有没有健保呢 这都成为问题 所以这样的人 他是糊 就是过日子 可是我的了解 比这个更惨的还很多 他是怎么样你知道 三四个人 租个七八坪 你睡头看我睡不着 这样再轮流了 甚至一家人 就那么三四坪的房间 也是很多 甚至于我家附近在盖大楼 我看有一对夫妇 根本就睡在那个乡行车上面 然后那个乡行车 是当他的什么 做一个店员 他去买冰冰 买冷水就买什么 来把那种人这样 所以 更慘的人都有 更辛苦的人都有 问题是说 我们社会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社会大概有权有势的人 常常就是 他常常讲的是数据 包括学者讲的都是数据 可是实际呢 实际像那个年轻人来说 二十几K 二十几K 不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老委会要求 是22K以上 或多少K以上 甚至我们的基本公司 还这么一千 一万八千多月薪 你看一万八千多 在台北市 在新北市 你怎么生活下去 生活就像那样子 所以 为什么年轻人不敢结婚 结了婚不敢生孩子 甚至生了孩子也不想怎么养 回去给爸爸妈妈养 靠北竹 然后靠着七千块的东西 老农金贴来养 社会的底层 我们的说 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另外一个世界 正在过这样的生活 而我们的政府 你看啊 面对这种事情 它会有反应吗 我们的马英九 它会有反应吗 它会重视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怎么办 这样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有人带头去做 我们不必把 说一定不要把压力 压在民进党上面 因为民进党事情太多了 这个里边 我觉得第一个 这些年轻人你要觉醒 第二个 这些劳工你要觉醒 像昨天那样的运动 你重此去看戏 你也要去 你不去的话 你让这些人孤单的话 台湾真的会很弱下去 这一点的话 我是很配分的 王定宇 他曾经在那个运动里面 那个 整个月嘛 十六天 十六天 落后 打热这样 在那边 我相信他扮演的是一个触美作用 整个运动就是必须要这样 我们社会 必须要有人站出来 整个社会才能够 向那些有力量的人讨公道 来 宏威 身为台北市议员 看到在这个多会地区 这样的一个场景 因为 看起来比我们想象中来得严重 可是如果人数再继续 再扩大的话 我们会不知道做这个社会到底出现什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引用的是香港的农民 就是好像鸡笼一样 这个一个鸡住一个笼子 那其实在前两年 大陆一个很有名的连续区叫蜗居 他就在讲那个大陆的一些大城市 后来蜗居还不够 出现了所谓的蚁族 那个蚁族就是蚂蚁 他们其实也是高学历 很多都是大学毕业 但是收入非常少 那因为城市里面 他的房价实在太高了 他们高不可及 所以他们就流入一些非常昏暗的 然后甚至是不见天日的一个局所 其实这个是一个大都市内的一些年轻人的悲歌 我认为就是很多大都市都上演着这样的一个这种悲歌 可是问题是在我们的 我一直要讲说 政府应该要去正视这样的问题 当然刚才国栋大哥也讲说 要不要去抄他 要不要去取缔他 那好像取缔会不会害到原来住的这些人 像刚才新北市那样的一个铁皮屋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连逃牲口都没有 也许我是职业病 如果我是新北市的议员 我会要求新北市立刻去取缔 因为太可怕了 如果说发生任何公共安全上的问题的时候 该怎么办 但是政府他只是取缔吗 问题是说 这些人他应该要住在哪里 刚刚讲说连台北市都有 我们过去我们的城庆里面 很多你知道很多的投资客 也就是这些房地产投资客 他不但去炒豪宅 他甚至把一些旧公寓 在我的选区里面 我大概有几个成型案 就是这样子 他在旧的公寓里面 他可能是顶楼 他可隔到七个小房间或十个小房间 他不住在那边 所以如果有地震有任何公共安全 他不在那里 但是他租给一些所谓的上班族 因为他们要降低他们的一个租金成本 那也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房价过高 但是政府的作为不够 而使得这些市场上的东西应运而生 我必须要说 那个铁皮屋的老板 他赚翻了 像我们在台北市这种买旧公寓 然后搞 他根本就是包租公包租婆 他可以这样子改装 不顾人家的生命安全 他只要收钱 我认为他也赚翻了 政府该取地就要去取地 但是刚刚讲到 例如像公营住宅的问题 我带了一些资料 刚刚讲说台北市 有没有租金在三四千块的 有 台北市过去例如像在万华 万华我们有几个所谓的出租住宅 他大概都在三四千块以下 但是对不起 你现在要租也租不到 因为他永远都满租 你如果说要等他的话 可能等到十年你也排不到队 所以现在包含台北市跟新北市 都有所谓的公营住宅 那可是例如像台北市 现在新的公营住宅 即便是一房型的 恐怕你的租金要新台币一万块左右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是说 希望能够尽量降低 可是现在取得成本也偏高 但是回过头来就是 政府要不要去正视 像这样子 他是在上班的 他也是靠自己打拼 他不是拿政府的失业救济金 他也不靠你的补助 他是在自力更生的 但他们的需求 政府应该要满足他 我另外提到一个 就是最近的福州合一住宅 也就是说政府有没有在作为 他也有在作为 可是例如福州合一住宅 那时候大家都说 你只要抽到的话 简直是这种大乐透 哇 赚死了 可是对不起 快发现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被迫放弃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签约金要40万 他说我40万都拿不出来 连签约金他都讲不出来 我签约金拿不出来 所以就说他可能要有一点积蓄 或者他要有父母愿意资助他 如果都没有的话 对不起 即便他中了大乐透 他也被迫放弃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政府现在一方面 他要所谓的就是说 他要因应大台北地区的 这个住宅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 他显然不大清楚 目前真正老百姓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刚刚就以福州合一住宅 他也有出租的 那出租在板桥嘛 而且他其实是蛮偏僻的 我现在看到他好像 最低的租金是7600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政府不是不能够做 你难道不能对你的整个的 辖下的这个居民做一个了解吗 因为他的这个7600是23.5平 其实如果你愿意改一些规格 就可以去解决部分民众 像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 像这种有公共安全的铁皮屋 或者在大台北 就是台北市地区 有这种公共安全的旧公寓 我认为政府要有所作为 如果没有作为的话 我真的很担心 只要有 如果说很不幸的 有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 那你想想看 有多少生命在里面 但是现在的政府 到底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休息片刻 我们继续来聊 马总统忙什么呢 当劳工忙着在丢鸡蛋 忙着在争取自己的权益 要回自己的公道 当更多的上班族 要多存一点钱 不惜要住在 冒着生命危险 住在小小的安全当中 马总统忙什么呢 忙着要巩固